第一部曲 是《掙扎篇》 那我昨天有介紹第二部曲的時候 有說其實 我換了一種生活方式 在換了這種生活方式之後呢 從一個宅男 開始嘗試著出曲 嘗試著 經常 晚上 自己騎車出去 吹吹風 然後 去找一些 小的 餐館 餐廳 然後 吃吃飯 然後 有時候會遇到 很聊得來的老闆 可以跟壽司師傅 聊天 最後開一瓶酒 喝到第二天早上 哈哈哈 也會 去找一個 小的 酒館 去喝酒 跟很多的陌生人聊天 那在聊天的過程當中呢 會發現 會發現 其實很多人的壓力都還蠻大的 欸 聽了很多人的故事之後呢 寫了 悲情模式 哈哈 哈哈 嗯 嗯 但是 看到 每一個人 好像都在 喝完酒之後 訴說著自己的 壓力 一些困惑 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最後發現 他們仍然 很努力的在生活 而且 很積極 很健康的 繼續 努力著 然後 我 喝多了 也會跟他們 去聊一聊 我的一些 狀態 也會說 我其實也很 有掙扎過 痛苦過 矛盾過 矛盾過 然後 就會有 素未蒙面的人 從來沒有見過 但是 他們對我 都很友好 安慰我 然後 鼓勵我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其實這個世界 真的很美好呀 雖然呢 也會存在 在你的生活當中 會存在一些 不好的人 但是呢 就像黑白藝術家一樣 不用理他 不用管 不用去看那些 讓你心情不好的東西 多去看看 這個世界上的 美好的一切 比如 你們 所以 我開始嘗試著 對未來產生了 期待 包括 今年的 火星演唱會 我剛剛有說 其實在辦這場演唱會的時候 遇到了很多 艱難的事情 但是 一步一步下來 遇到了很多的 好人 他們 他們 幫助了 火星演唱會 幫助了 我們 能夠 順利安全地 回到家 有這樣一個聚會 所以 其實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很多 很美好的人 到今天 到今天 是火星的 第六天 也是最後一天 我們這六天 一起開心 一起歡笑 一起開玩笑 一起 一起 鬥嘴皮 然後 一起難過 一起哭 那 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很美好的回憶 而且 這六天下來 讓我覺得 我曾經幻想的 期待的未來 實現了 和我幻想的 火星的家 是一樣的 氛圍是一樣的 有人 有人可以來家裡面 聊聊天 聽聽音樂 打打遊戲 甚至可以 穿你們想穿的 好看的衣服 好玩的衣服 都可以 然後 甚至可以躺著 看我的演唱會 甚至可以在演唱會上 打牌打麻將 都可以 這是我想要的 真正火星演唱會的樣子 那 這一切 都讓我覺得 我三部曲的 第三部曲 寫得 很值得 接下來 我要唱的是 我們今年 火星演唱會的 最後一首歌 最後一首歌 我的 三部曲的 最後一首歌 最後一首歌 我把它稱為 《治愈三部曲》的 《未來篇》 那 接下來 我希望大家 可以和我一起 讓我們 不留遺憾 開出一個 健康陽光正能量的演唱會 好不好 所以 這首歌的名字 我給它起了一個 非常 有愛的名字 叫做 走 一起去看日出吧 一起去看日出吧 說 愿不願意 找換新的運氣 你看 每當人們團聚在一起 都會有好消息 啊 空白的人生 被你踏上 不再引起 啊 所有精力 給它 賦予莫力 啊 曾經還痛得 夢想是否還在原地 啊 其實出手可擊 麻煩到頭 摔得嗎 我們的世界 一直會很美好 記得不重要 享受未能美妙 別再管它 我們的故事一定會 將到老 記得不重要 輕輕大聲歡笑 別問可不可以直說 開不開心 怎樣都沒關係 你在酒杯海外乾的時光裡 手藏著粉情蜜 別問可不可以直說 願不願意接破就隨它去 你可只要換上月亮的尋覓 明天可再滑稽 啊 空白的人生 被你踏上 再引起 啊 所有精力 給它 賦予莫力 啊 曾經還痛得 夢想是否還在原地 啊 其實出手可擊 麻煩鬧到 摔得嗎 我們的世界 一直會很美好 記得不重要 享受每分每秒 別再管它 我們到故事一定會 將到老 記得不重要 緊緊大聲的歡笑 優惠 天不可以 便宜 避這優惠 有 一幅行 一幅來自未來的心給你 上面写满关于你快乐的回忆 这一封信 只是得到它要回答问题 那个答案早已经点燃在你心里 你不想要吗 我们的世界已经会很美好 记得不重要 像小白很美妙 别再管它 我们的故事一定会将到老 记得不重要 相互问好 相互问好 拥抱紧轻地双花散 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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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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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明年见